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玉 现在大家都说沐家长得挺厉害的 都说100块钱现在买不到什么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经常喝的奶茶 一杯奶茶到底能买多少东西 超一家这个国内比较知名的一家奶茶店 8块到10块钱 都15块钱到20块钱 最最的是20块钱 你好我要一杯这个布丁奶茶 要这个中杯的 刚买的这杯布丁奶茶15块钱 这个超市观光看看这个15块钱能买多少菜 15块钱大概可以买三把这样的面 三把这样的面可以吃多久 很大 15块钱可以买一袋面粉 手管面再一块多一袋 平时我们在店里面吃面条的话 差不多就要十几块钱 20多加料的那种 但是它的成本真的很低 今天正好顺便带大家看一下 南京的这个物价 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在外面吃挺贵的 但是自己多饭的话真的很便宜 像南京的话这边的牛肉 台股7块9块8一斤 像这种后腿肉的话是9块5毛8一斤 然后我已经挑选好了 这个是我的奶茶 早上我想我比较喜欢喝豆 所以买了点这个花生和这个小米非常多 中午的话吃点面条加点肉末和这个青菜比较好 晚上的话可以吃个馒头和这个豆芽豆腐啊素一点的 然后每天补充两个水果已经足够了 所以出去看看这么多东西得多少钱啊 这个碳水素菜杂粮 还有这个水果 还有一些主食 所以差不多可以当一天的饮食了 这么多东西才花了多少钱 才花了18块2毛9 这么多东西够我吃一天的 这个是我刚刚买的15块钱一杯的奶茶 而且还是小杯的 如果大杯的话20块钱一杯 20块钱可以吃一天的 所以啊大家尽量说的就一杯奶茶的小事 大家现在可以知道一杯奶茶尽量可以买一天的食物 真的不是一杯奶茶的小事 都知道这个奶茶的含糖量特别高 这个普通的这个标准的话 一杯奶茶大概相当于14块方糖的这个糖的含量 而即便是不加糖的这个奶茶 也有相当于4到5块的这个方糖的含糖 对于每片封奶茶不光费钱 而且特别容易涨哈 这里可能要得罪奶茶定了 但是为了咱们的健康得奖 一杯奶茶钱真的很值钱 所以每天花掉这么多奶茶钱 一杯奶茶钱看似是小钱 但是机少成多早晚会掏空我们的钱包 很多人说这个100块钱真的不值钱 现在可以证明100块钱真的很值钱 这么的便宜啊 这么一大包豆芽才4毛钱 因为我一个人吃的话 这个饭量不是很多 所以也不会饭很多 不然的话也容易浪费 像一顿的话一个馒头就够了 1块钱 这个小米的话对味特别好 所以我买了就是才花了3块5毛钱 这么一袋的话可以吃好几多水果的话 可能咱们这边偏贵一点 一个里2块钱 面炒的话其实我个人爱吃才1块7毛钱 苹果的话对肠胃比较好 2块7左右 当然是这个玉叶菜 这一颗的话是不到1块钱 这个豆腐的话对这个女性特别好 你看豆腐1块5毛2 要那个补血嘛 一袋的话是1块9毛9 是水豆的话放几粒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袋也能吃很久 买了一点这个 一点点这个瘦肉 放在那个汤里面 还有5毛4 别看这很少 一个人真的一顿有可能都吃不完 这么一大堆东西才花了18块多 真的感觉它巨贵现在 这个就是我刚刚买那个面条和猪肉末 还有这个青菜煮的面条 本本价才7 8块钱 所以真的自己做饭很划算 嗯还不错哦